美国华人书画艺术家协会会长王冒宣教授将会在10月3号4号两天 在纽约举办《生命的觉醒书画特展》 这次将会展出38幅《书法案》这个国画作品 并且安排了三场讲座分享他的绘画人生 这一次的展览是很特别的 那我画水仙花希望大家过圣洁的生活 我画荷花希望大家在这个不是理想的社会里面 过一个比较理想的生活 我画竹子让我们大家共同追求完美的人格 那我画牡丹花希望大家过丰盛的这个生命的生活 希望大家过得非常健康快乐幸福的日子 这是我画牡丹花的目的 我所有的话都与我的人生间接有关 所有的书法都与我人生的觉悟有关 好 在《书画展》的这个暖身会上 王冒宣的作品都有对人生意境的看法和体悟 那么他表示说不但从书法和国画上表现 展现了这个人生的觉醒 同时也安排了三场讲座 有书法也有国画 还有透过示范讲解和答问 用画画写字以及说话等方式来解答问题 来帮助侨胞能够找到对生命觉醒的答案 那展出的地点我们告诉您是在 纽约法拉圣第一银行画廊 欢迎侨胞来捧场